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福百姓 中共十九大七人常委的名单为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栗战书 韩正 王沪林 赵乐际 我们已经为观众朋友们分析了胡春华 陈敏尔的出局 分析了王沪林 赵乐际的路长 其他路长人员我们也分析不下 尽管习近平从策略上让李克强留任常委 但其继续担任总理的可能性并不大 汪洋虽然担任过地方的谈委书记 但他并不属于谈派 他的工作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 关于栗战书的路长 因为栗战书极有可能接任王岐山 习近平通过将自己最信赖的人 投入到反腐斗争中 从而维持了对权力的掌控能力 习近平八十年代 在河北省郑定县担任书记期间 栗战书担任宁进县的县委书记 两人从此接缘 并且延续了三十年的缘分 至于韩正入藏的原因 张立凡先生认为 他是一个各个派系都可以接受的能力 第一他有谈派的抵制 第二长期在上海工作 从未离开 第三与习近平有不到一年的共事经历 作为生长在上海本地的官员 韩正熟悉上海的事情 为上海在转型的振动期的经济平稳发展 他是做出了贡献的 而韩正作为本地官员 对于上海市民的名声也较关注 因此他在上海市民的心中 有较高的认可度 另外呢 根据中共的惯例 上海市委书记作为副国级政治局委员入场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如之前的习近平 郁振生 黄菊 吴邦国 朱龙基等 他们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 均顺利的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王岐山虽不在常委名单之列 但习近平已有特殊的安排 他会担任国家第一副主席 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大国战略上发挥助力 分析预测中共常委名单 关注中共领导人自然有意义 因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领导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想 如果没有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吗 但是呢 有一个误区需要破除 就是过度的关注领导人 使之成为一种竞差的游戏 因为领导人的决策 也是与他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联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屁股决定脑袋 思想 如果没有当时的共产国际的背景 没有皇权崇拜和权力依附的专制文化 毛泽东也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 所以关注十九大常委名单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 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十九大后的政策变化 它将跟中国带来什么 中国将走向何方 我个人的看法是 习近平治国领政的思想 将会成为中共的新指导思想 再如党章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终结 中国将会不如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时代 也就是强调党对社会的绝对领导 经济上的允许一定的开放 文化意识形态上高度的控制 军事上加大投入 力争与美国抗衡 外交上开展大国战略和大外宣 具体的说明 政治上党领导一切 对人民全面控制 维护红色基因 权贵集团的利益 恢复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 从理论上打通前后三十年 也就是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三十年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都将认为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 在统治上的放弃毛泽东的群众造反模式 采取斯大林的政治清醒模式 在经济上 适度的市场经济 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控制 对国有企业重点扶持 文化上 意识形态高度控制 要建立一种高强度的互联网防火墙 对异议人士定点清除 反腐上 双规双指将会被合法化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会成立 检察院的反弹功能会移交到监察委 并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 赋予国家监察委刑事侦察权 司法上加强党的领导 反对司法独立 政治和重点的案件 由政法委控制 对律师队伍进行清洗 原司法部长吴爱因 被开除党籍 就是整肃律师队伍的信号 政治的含流即将到来 外交上 利用美国退出民主领袖的时机 与俄国联盟 从而使世界进入新的冷战时代 扶植敲打朝鲜 使之作为对抗美国的屏障 在经济上收买欧洲和其他国家 形成联合之势 对抗美国 因为在中共的心目中 美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军事上加大投入 培养实战能力 习近平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他的军事才能 少数民族关系上 严厉打压 并且拒绝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 争取达赖喇嘛的转世领土 对新疆维吾尔族啊 将采取同化政策和武力镇压 宗教上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新兴宗教 严格限制和打压 十九大后 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习近平时代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共将在倒行逆施中 外表的强大下走向崩溃 一个经济停滞 政治倒退 文化凋敝的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我们也要说 一个实现民主宪政千年未遇的大变局 也即将来临 最后 让我们用英国作家狄根斯的话 来结束本期系列节目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 也是实望之春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 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点评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 skip 感谢观看